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往上创新高 我们各位看一下今天的画面 今天早盘创新高了 最后是涨6点 成交到1700Z 其实这个盘是就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 还有这个本是创新高 今天早盘的时候一度涨到9290 就是涨62点 那当然指数是突破的前部的高点9278 那么创新高来到9290了 那别忘了我常常讲的一句老话 就是说只要还能够创新高 就随时还有可能有更高点的机会 今天已经来到9290了 搞不好明天搞不好哪一天又继续创新高了 只要是还在创新高 就不要去认定他就涨完了 这个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那么今天我们各位看一下这画面 创新高 你没有发觉到今天成交量 其实没有放得更大 没有放得更大 不要老师跟我讲说什么价量备离 其实很多人喜欢讲一句话就价量备离 我就认为是说你如果往上涨的话 成交量也要跟它放大 没有放大的话就叫价量备离 如果价量备离的话就表示这个盘就不对 所以该 卖 该 放空 经常会有这样的人就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必须要讲 所谓的价量备离这四个字 就把它当作垃圾一样 揉揉 丢在垃圾桶 我跟这句话也说很多东西 我不太同意什么价量备离这句话 因为毕竟走上来 如果说成交量一定要放大 而且越放越大 那终究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所以我还比较期待是说 像今天这样的盘 这几天都是这样子 往上涨 甚至于突破全部的高点 三下两下一点点 像这样子来讲的话表示说非常稳定 控温也控得非常好 既然能够控温控得非常好 不管是价也好 量也好都稳定的话 那么维持在向上的结构是可能的 而且有意思的就是说 今天能够台股创新高 最主要理由就是一个昨天美国股市 尤其在科技股为主的NASTE 它创新高 各位亲爱的朋友 它创新高不是创今年新高而已 它是创下它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就创下新的高峰 这是有史以来历史上的新高峰 而你要想说美国国企尤其科技股 还在创历史上的最高峰的话 那我们国内的电子股会不会有样学样 跟着往上走高上来 这是相当有可能的 所以台股在今天走高的同时 我还是跟各位讲 不要去猜测 不要去想它就是这样完了 可能随时还有更高峰 这个在昨天也讲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昨天9月21号的传承稿 昨天涨66点 好 看这个地方所写的就是说 像这样台股不背不抗 不带太多火气的成交量 看来台股还有得涨 你看我昨天就写这句话了 的确啊 今天台股指数的确又往上涨了 而且突破前波高点 创下新高 好 那我们看一下画线的部分 过关9278应该是时间找完的问题 结果今天就过了 昨天写了 过关9278应该是时间找完的问题罢了 结果今天就过去了 沿路上呢 务必要留意指数往上走的速度 跟成交量的变化 一旦指数走得太急 或者成交量放得太大 那都可视为危险讯号 结果今天先告诉我们没办法 我这个地方小写的 我这个地方放得太大 那就是危险讯号 以今天来看的话还没有 那毕竟是大盘的现象 至于股票呢 当然也是要留意 个股的股价的压力处 还有成交量的变化的状况 好 该下车你就要下车 只要有做出卖出股票 落贷为安的动作的话 就可以称之为安全上雷 其实我跟各位讲 大盘是一回数 股票又是另外一回数 大盘的创新高 不代表股票也跟着创新高 大盘的经历也没有代表 所有的股票都在经历 有点在大盘的经历上 个股就变成发动攻击 这个常常发生的事情 我们常买到这样的股票 让自己会员赚 我想这个 这个所谓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花费 很清楚 有点说你在那经历啊 我也是股票往上走高啊 我也是在探钱啊 但是探钱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有要有获利下车 要有这楼签的动作做出来 你如果说动作没有做出来的话 要跟账面上获利 我也不认为你真的赚到钱 好了我们看一下今天传出去的第一个讯息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看这个 我们就是今天早上 8点41一分传出去的 美国科技股指数 哪里是谁创下了史上的新高 有助于国内电子股向上迅功 我们目前手上青衣色 我特别把这个地方挂弧 我们目前手上青衣色做多 就等着逢高下车再来换股 青衣色做多 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当台股在往上走的时候 我宁可建议你 收尾国科技股 并且做多 没有半抗的国科技存在 因为你有半抗的国科技存在的话 除非你放到还对哦 刚好是往下掉哦 那这样的话就没话讲 问题是 你放空的股票刚好也在涨 你做多的也在涨 那你放空的在涨的股票 就变成你侵蚀掉 你做多的股票就涨了这些的获利了 就被侵蚀掉了 因为是炭10块 这边要5块因为做坎嘛 做坎也贴啊 那5块因为他也贴了嘛 5块这个炭10块就变成只赚一个5块钱而已 那就侵蚀掉你的获利了 所以呢当大盘往上的时候 我宁可建议你全部都做多 而不是去赌那种十分之一的可能性 有些股票是往下掉的 去赌那些没有意义的 我也不否认啊 像这几天大盘往上涨的同时 有些股票就是往下掉的啊 你去赌他放空干什么 我宁可建议你就是全面性的做多 像这几天台股呢 连续涨了4天了 对于拜英啊 拜英去250点 就中秋节过后啊 假期过后第一天啊 250点之后呢 每天都走高 每天创新高 而且每天指数都收红 这4天来讲的话 哪一天是收黑过 没有一天收黑的 就算今天收一个黑棒 但是今天指数还是收红的 今天也还起来到一个6点 还是涨个6点 所以宁可做多啦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在9月20号这一天 我们把一档股票空单获利回补 空单获利回补完之后呢 就做多了哦 就全面的新都做多了哦 所以你才会看到 今天我所写的这句话 今天9月22号 被量细载一分啊 这两个共啊 我们目前手上清一色都做多 没有半档空单耶 就全部都做多耶 这是9月20号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跟各位讲起好了 9月20号就这礼拜二啊 礼拜前天的时候啊 我们把新发这档股票呢 空单做出获利回补 亲爱的朋友 48块3 我们在8点39分的时候 挂48块3 获利回补 啊你顺便看一下啊 我在讲话的同时 你可以顺便看一下 这个讯息啊 非常简单明了二要 没有多余的字眼发生 也没有跟你讲说 什么上下几档的 或者说什么48块3附近的 其实很多同事朋友啊 或者是说啊 加入别的老师的会员朋友啊 会有产生困惑 因为老师说48块3附近啦 啊我的附近我不能够挂啊 48块他也算附近啊 48块3也算附近啊 那我到底要挂这个 挂这个价格 我总不能把营养完 说48块3附近啊 我不能这样讲啊 一定要说一个价格出来啊 啊有时候就是说 好了我挂48块3好不好 结果呢 那股价呢48块半就停止了 就成交了 就就就就没有 就就就就没有了啦 或者是说啊 你因为我现在空单回博嘛 它跌到48块半就停止了 假设啊 它跌到48块半停止了 啊我老师挂48块3附近呢 啊你就很忠实的 很诚实的就挂四 就丢地的挂48块3 啊然后48块半就起来了 就没有更低了 老师也说它空单已经获利回补了 你就会很气啊 会一定会很气的啊 啊你写附近 48块半当然也是算附近 啊我就挂48块3 我就老老实实挂在那边 没有成交 你就糟告天下说 我已经获利回补了 那这样对吗 就好像说一档股票好了 今天挂50块出场 啊老师写个50块半 50块附近 啊50块附近的话 50块半也算附近啦 49块半也算附近啊 结果股价呢就到49块半就担心了 不然又下去了 啊你还挂50块 啊想起有人挂50块半 啊四个高货帮也胜负金 结果49块半就停止了 就又重新掉回去了 老师也跟你讲说 我下车了 你会不会很气啊 所以呢我们就刚才就写了个 一清二楚的 48块3就48块3 结果当天啊非常的幸运 怎么说呢 8039分挂的 它最低来到48块185就成交了 因为我们挂得高啊 结果来到更低的地方 我们就成交了 空待会不是这样子啊 越低就越可能成交啊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啊 我们成交在这个 这个下的这个地方 后来就拉上去 拉上去不关我的事啊 反正就是 反正就成交在48块1毛5 而且当天啊 开盘就48块1毛5啊 成交在当地的最低点啊 补在当地最低点 当然是没有一件事情啊 好了这两股票啊 我们当时啊 是在9月9号放空的49块2 不在9月20号 我们没有补在最低点 我们非常诚实地告诉各位 我们不想说半句谎言 说到谎言 说实在的 会员是看节目进来的 人家入会啊 在看节目 我说谎言 他最清楚了啊 所以我不能去说谎言啊 好 这是9月9号 放空49块2 9月20号 补在48块1毛5 请问各位 这样我们不断到钱 这是空单的回补 回补完之后 就全力做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天就回补完 新复发空单之后 转进到家里 当天是拉高再拉高 好 到今天为止 他的股价都还在创新高 所以这两股票来看的话 都还在赚钱之中 所以呢 如果假设你今天 这档股票放空的话 请问你 有没有赚到钱 应该要做多啊 做多是从钱从来以来 就是因为 我们新复发空单回补了 就做到家里的意义了 那为什么要做多家里的意义 其实这档股票 就是因为跟iPhone7有关系啊 iPhone7不是变得卖得很好吗 它就是做iPhone7的软板的 OK 其实买任何档股票 第一要有理由啦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档股票 这质帮是在昨天 不是 对对对 就昨天获利下车的 那而且给各位看啊 这是9月13号 当天进场的时候 47块6 当天进场就在这条红色的线的地方 还有更低 但是我们就很识地告诉你 我就买这47块6啊 后来当天就拉拉高了 拉高一直拉高到49块4收盘 你当天的收盘价 我们明显的就是赚到钱了 好了 我们看下去啊 那就是9月21号 就昨天下车的一个状况了 的图形了 9月13号切进去 9月21号下车 你光看图形也知道 我们有没有赚到钱啊 而且更换 智邦这两个 我比方当天切入进去之后 这连续这几天都有跟各位提 没有一天不提的 每天跟各位做追踪的 一直到9月21号下车 收工若带为安 当然恭喜啦 好 亲爱的朋友 你看一下哦 我们在9月21号 就是礼拜三 就是昨天啊 下车的 好 下车 如果说没有下车的话 今天跑去哪里了 今天就变成掉下来呢 今天股价就掉下来呢 那不是够在没赚工 不够了时间呢 而且更换 就算赚钱的话 就少赚很多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一天上车的呢 在这儿呢 今天也是路车也是有坦的 问题是 你要今天坦还是要涨坦的 是涨坦的 对不对 所以你干一下车就要下车啦 好了 我们把智邦这两个股票下车去之后呢 就转进到宏达店来了 我昨天有跟各位提到过了 出自帮转进到宏达店 赚再多也不厌倦 那为什么买宏达店呢 就是因为 宏达店不是有虚拟游戏的 像戴眼镜那个东西嘛 就Vibe 狂销了四万台 为什么狂销四万台呢 就是因为有个软体设计游戏 Rodata 它登上了排行榜冠军 所以造成Vibe的狂销四万台 这比预期还要来得好哦 所以呢 我们就切入了宏达店 切入宏达店 当然以今年古界来讲 都还是往上走高 续创反弹的新高 所以呢 亲爱的朋友你要了解 这第一点呢 就是告诉你说 这盘是往上的 我们尽量以做多为主 我们即便是在礼拜二空单回补的 是获利回补 新复发 空单回补完之后呢 也变成全力做多了 就没有 就手上全部都有做多的单子了 没有放空的 放空之前还有新复发 还有之前还有胜利这档股票 很凄惨啊 反正都回补了 回补这个回补那个 回补完之后呢 空单全面的获利回补 然后做多了 所以你才看到 我们职邦转进到宏达店 继续赚 然后包括就是 那个新复发的空单 转进到了加联益 继续赚 这个就是空单 该收你也得收 然后做多 你也必须得做到 对的股票去 才能够继续赚下去 所以两面赚啊 空单我也在做啊 做多我也在做啊 这样子你了解吗 了解了什么 了解就是说 我们继续赚钱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有做空 就表示说 以后任何一天 万一大盘 如果回头就往下跌下去的话 我们照样可以用 放空的方式赚得到钱 因为你所认识的蔡一璋 蔡老师 她是一个全能性的 全方位的 她会做多 也会做空 这样的老师 在目前的头部业界 已经不算多了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蔡老师 免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扣加入 让您掌握标普 获得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蔡老师 免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扣加入 让您掌握标普 获得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各位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现在讲股票是一种很悬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想说 在股票市场够减贪很多钱 因为现在大家心事 这几年来 薪水没有涨 但是什么物价都全部往上涨了 所以探紧就变成很辛苦的事情 当然来到股票市场就想说 够减贪贪 探紧贪贪也好 探紧贪贪也好 但是股票就是一种很悬的东西 有时候你看报纸 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功课 不见得能够在股票市场赚得多少钱 为什么呢 因为利多 它不见得会涨 利空也不见得会跌 甚至于是说 有一个大利空反而制造一个股票 构筑它的底部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涨上来了 这在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讲到 我今天要讲的其中一部分 因为怎么说呢 你又发觉到 大盘在涨的同时 这两天有一个过去很多的股族群 这两天涨上来了 这个不是别人 就是太阳能谷 各位不要忘记了 在前天之前 太阳能谷的利空真的摸戏鬼 而且像过街老鼠一样 仍然喊打 太阳能谷的利空真的蛮多的 而且越讲越可怕 在前天的时候 9月20号那一天 报纸都还要报道 有关于太阳能谷的利空 昨天你都还看得到 还不是要9月20号而已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问题是 大盘处于一个大多头的格曲 当你大多头来的时候呢 其实鸡犬也会升天 什么鸡犬都长了 如果说你莫名其妙 有一个族群一直躺在那边的话 那这个多头终究有 它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必须让一个最弱的族群 也能够长得上来 这个大多头的一个结构 才算是一个完整的 好的 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太阳能谷的上面了 因为在前天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到 太阳能谷的利空 但是最后 它却是长上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9月20号的消息的报道 各位女生 我用茂迪 把它打出 它那个新闻消息 其实它泛指的是 整个太阳能谷 你看看得到 功过于求 太阳能明年不妙 这是在9月20号 而且在开盘之前的讯息 备旦冷婚 表示还没开盘 我们来看一个月参部份 就是说今年度 全台的太阳能安装 极栋 预期全年度 恐大幅衰退 九成 这个利空不是很大吗 再看下去 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空 在明年会发生 明年度太阳能的产业 上下有功过于求 幅度将达到18到35% 呈现严重失衡 所以第一度 不要打理给你 你就知道是太阳能谷的利空 而且这利空发生在9月20号 而且开盘之前 好的 那你再看一下 9月20号那一天 太阳能谷的利空来了 那所有的股价 其实都往下跌 9月20号那一天的大盘 是这样的 你先看大盘 在9月19号大涨250点之后 隔天9月20号 其实大盘都还在涨 但是你要看 那一天 我们就看茂迪好了 茂迪的太阳能 它是太阳能谷 非常最重要指标的一档股票 它那一天就是创新低 9月20号 好 你再看 不止它 比如说我们看 预金好了 它那一天股价也是往下跌 那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那再看 比如说绿能好了 绿能那天的股票股价 也是创新低 绿能啊 也是太阳能谷的 你看中美金也是一样 那天来讲的话 股价也创新低 但是呢 过了那天之后呢 随后这两天 礼拜三 中美金上来了 礼拜四上来了 而且不止它 不止它 茂迪也是一样 9月20号 它下去创新低之后呢 9月21号上来的 9月22号今天 它也上来了 连长两天 所以你就回头去看哦 真正的大利空来的时候呢 反而是让它寻求一个底部 让它寻求一个低点 所以呢 股票就是一个很悬的东西 你同意吗 有点像是大家都看报座啦 不然就是看一些小刀消息啦 让你看到小刀消息 让你听到 还是让你显到报座的什么 表示说股价已经反映到一段路了去了 然后它没有反映到一段路的话 报座也没报啦 一定是让你去一段路 报座才会报啦 因为记者才会看到它啦 懂吗 分析师多半也都因此而才看到它啦 然后才跟你这样煮鼓吹啦 那有屁用啊 等到你看到 等到你听到的时候 再来买那一档股票 全部都报大量 全部都形成高档高量的危险讯号了 这个是硕河 它是很标准的太阳能谷 而且是龙头 而且是骨王 太阳能谷的骨王 在9月7号那一天 我们当时就跟过提了 359块做切入的动作 好了 那你看到今天为止 我们先看9月7号那一天 为什么9月7号那一天 我要切入硕河这段股票呢 你看它跌多少去了 我当时也跟过讲 其实核壁要最高 大盘在往上走的时候 核壁要最高 到处都有便宜货 好那一天它跌了跌 跌到放大量了 跌到放大量 不是长均过来讲吗 放了一支高票 这样跌跌跌 往往颠倒看 把它颠倒看 把它长到长 长到放大量的时候 不是危险讯号 准备就是跌下来了 结果呢 正着看 就变成要长上去 就真的是这样子 从那一天开始 9月7号 一直到今天9月22号为止 今天它是属于大长的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 359是9月20号 到今天9月22号 377块 那么这段时间以来 股价它有没有创新低 不只没有创新低 反而让你买到一个便宜货 买到便宜货之后呢 如果你跟我买到一样便宜的话 恭喜你了 因为你也赚钱了 从359到今天的377 请问你有没有赚到多少钱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把它拉远一点 我们继续给它赚下去 就这样子 这个我们去报一个小波单的 以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还是在获利之中 而且这中间夹杂的 9月20号 一个大利空的发生 股价差一点跌破 但是我笃定它跌不破 因为成交它放大在这边 新整个非常重要支撑嘛 好了 果然是跌不破 而且倒打一丁爬 拉高起来 今天还是大涨 377块 各位亲爱的朋友 是不是又赚钱了 好了 讲那么多 我希望各位好好把握啦 因为跟各位讲那么多次了 所谓的中高价位的股票 如果说你喜欢做这一种的话 麻烦你选择非要家族来做加入 那你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 麻烦你选择十倍数会员 如果说你全部都喜欢操作 你也不忌讳中低价位 也不忌讳中高价位 都喜欢操作的话 没问题 我们帮你设想周到了 超级双想报 就这两种的家族的股票 你都会拥有的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股票 在涨了 不要担心 请你放心 行情不会掉落 获利症是无法挡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这种超级双想报 也就是目前询问度最高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做询问 有关详细情形 你就问我们的先生小姐 超级双想报还有名额吗 好不好 主动一点 探紧都不主动 请问你怎么办 好了 祝你也谢谢你了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轴轮精细的科研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并打头部 02-2781-0909 02-2781-0909 北都TypeNet超值优惠双小炮 新世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 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 现实加码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 接下来